为在台中市工业区的明通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创办人张日通先生 在日日时代的昭和十年 也就是西元1935年 草创药房在台中水决头 两年后搬到台中西屯光明路市场行 扩大营业 1938年创立日通糖药房 因为当时台湾是农业社会 交通医药资源不足 1961年新建复兴路工厂 1972年设立农缩中药研究部 新制剂企划开发部 是台湾少见的中西合并药厂 1988年台中工业区GMP新厂落成 政府核定为GMP优良中西药厂 明通制药第二代接班人张光雄 拥有东京医科大学博士学历 目前在中国医药大学兼任副教授 也是台湾许多药厂中的资深元老 而董事长夫人是药剂师 也是中医师 两人一起为医疗领域贡献力量 明通的商标是以葫芦为商标 那葫芦上标就是玄虎祭祀的意思 那玄虎祭祀呢就是要解救大众的这个病痛疾苦 这是一个医药的一个象征 明通化学制药公司 凭着神龙长白草的精神 收集中国医药五千年的宝贵经验 创新严谨的科学化制作过程 以原料、泡制、调配、煎煮、过滤、浓缩、喷雾干燥、粉碎、喷雾造力、整理、分装、包装等十个步骤 将传统珍贵药材制成膏、丸、散、颗粒、定剂、胶囊、糖浆等各类药剂 并且聘用大批专业人才 加上完善设备和严格评管 提供与时俱进的精致服务 台湾的药厂里面呢 我们会走中药的这条路是因为 我爸爸在从小就在西屯这里跟人家学做这个中药 那他当中医师的学徒 然后自己又考上了中医师 所以他就一直要往这个药的中药的路来走 那因为我们做的药 一般药里面其实中药西药分不是那么清楚 有很多的简单的中药很多的简单的成药 其实里面有很多中药的 那所以我们也台湾也做我们健保药的这个浓缩中药 所以我们中药浓缩制剂的许可证 我们可能有500张的许可证 台湾的那日本的外交日本的这个浓缩中药呢 医师储王药就是健保药有32种 台湾光复初期 明通制药就以除寄生重药爱尔菜文明拳台打响知名度 明通制药的产品成为当时台湾许多家庭的健康伙伴 后来明通制药研发致痛单液 致痛单伞 智商崩等一系列产品 受到民众肯定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成药 2004年还正式通过CGMP认证 全场的制成水质空气完全符合CGMP最严格的要求 明通的这个原则就是要做简单的药 那让大家都可以吃 大家都能够用随时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自痛单就是我们感冒的药 那每一个大小小的人常常可以吃有感冒就吃 那我们也做这个胃肠药 那因为大家胃不舒服是常有的事 所以不论老少阿公阿嬷小弟弟还有小妹妹都可以吃 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药里面呢 很多是中药 那中药最主要的中药是因为中药它的药性温和 它也没有很强的这个副作用 那可以就是依照我们中医药的传统来使用 随着科技医疗进步 经济繁荣富足 中老年的人口增加 保健产品也越来越夯 明通制药也以中西制药的基础 开发多元的保健产品 为更多的客户服务 80多年来成为台湾本土制药的领头羊 也是工商企业与学术界合作的典范 明通制药将来还会持续秉持着 济世救人的良心试验精神 不忘初衷 制造开发优良药品 发扬中医药文化与养生理念 为全人类打造快乐美好的健康世界 因为我爸爸叫做张日通 他说日通嘛 所以明通的由来 当然是从我爸爸的名字来的 那他这个有一个历史 是因为当他不在的时候 他的徒弟呢 来跟我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 他就说明通的由来是 因为在日据时代 我们台中有很多的这个 台中这个西屯区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这个美军来这里轰炸 所以我们明通 在那个时代里面是 牵到这个埔里去种这个香茅 那他也要叫做日通 日通农场这个名字 原来要叫日通农场 因为在台中 我们叫日通制药社 那他到那里也要叫做日通农场 那这个日本的警察说 你不可以叫日通农场 因为你在台中 已经有一个名字了 那你为什么不叫做明通呢 因为明通就是自日通 月月也通